字幕提到 這款我們新推出的一些 它是升級版的一個套件 在外觀的部分我們看到有一個 仿真製作的一個面影管 它的尺寸跟外觀都是仿造說 我們真實面影館上面的尺寸跟它的樣貌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這次也推出了一個戰術升級版的一個套件 因為這一款物質這一款衝鋒槍 它是比較早年所生產製造的 所以它當時並沒有太多戰術 比如說槍燈啊 雷射啊 或是內容點 的一個設計的考量 但是因為基於現在的使用者的習慣 有一樣這樣子的戰術需求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這樣子的一個戰術套件 它包含了一個前面有一個戰術的布幕 可以讓我們加裝前握把或者是戰術的槍燈 這邊嗎? 對對對 就這一塊 對 那第二個附件呢 就是我們的 搭載戰術的瞄具 或者是雷射的一個競架的部分 就是戰術的一個競架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的戰術槍托的一個轉接座 可以依著消費者實際使用的需求 去選擇一個 符合1913規格的一個戰術槍托的轉換 你可以自己去選購你喜歡的槍托 這邊就可以加裝 對 就是一個轉接座 那這個轉接座也有QD背帶環的功能 那這背帶環左右兩側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換字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一個戰術的一個側拉餅 拉餅 對 因為我們把整個設計的機線往下降之後 原本的拉餅是高度是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需求 對 所以我們就在設計了一個側拉餅 就是這樣拉 是的 比較方便 對 然後這個側拉餅除了左邊以外 也可以依著使用者的習慣換字到另外一側 可以換字的 是的 沒有錯 那整理來說 如果市面上賣這種套件 這樣大概一組是多少錢 目前的決定性的價格我們還沒有出來 還沒出來 這是還沒上市的 對 我們是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面影館還有我們的戰術的套件 我們會陸陸續續的上市 就會在你們的官網那邊發布你們的消息 對 官網上一定會發布消息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國內的經銷商 比較普遍的經銷商 他們也會拿得到我們的貨 那消費者就可以去 市那邊去選購 對 這就是你們製造的廠子 對 這一個就是所謂MP2 A1P 那就是 我們俗稱講的大污汁啦 對 污汁 像我們的產品的話在外觀的部分 就是我們是大量採用鋼子的零件 所以它的 包含它的色澤 包含它的表面處理 我們都是盡量跟最接近真品的做法 去讓它重現 就應該有授權那種 就跟1比1真相的授權那種概念 對 尺寸上面 外觀的尺寸上面我們是做到1比1 所以有很多比較 進階的玩家 他會去買一些真品的撲墨啊 或者是握把片啊 或者是槍托啊 但是我們都可以做到真品直上 稍微可能有一些地方 稍微調整一下 它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這樣子一把槍的話 那這樣外面現在賣有多少槍 我們現在外面經銷的價格 大概說9000多塊 9000多塊 這樣就一把的 一把外觀全缸的 GPP玩具槍 對 那很帥 對 那我們就感謝我們 多北人 多北人幫我們介紹這個 模組跟這把槍汁 OK 謝謝你 謝謝 謝謝